根肩孔在牙齿解剖学中的功能是充当牙齿中的自然开口 位于根肩或根肩 动脉、静脉和神经可以从中流动 根肩孔也是牙髓与牙周组织包围和支撑牙齿的结地组织相遇的地方 根肩孔透过提供血管、神经和淋巴管进入牙齿的通道来连接牙髓和牙周组织 牙髓是牙齿内部的软组织 由血管、神经和结地组织组成 牙周组织是包围和支撑牙齿的结地组织 根肩孔在牙齿解剖学中的重要性在于 它是牙齿的自然开口 位于根肩或根肩 动脉、静脉和神经可以从这里流动 根肩孔也是牙髓与牙周组织包围和支撑牙齿的结地组织相遇的地方 根肩孔是牙齿解剖学中的重要结构 因为它为血管和神经进入牙齿提供了通道 根肩孔与牙髓和牙周组织之间的关系 是根肩孔是牙齿的自然开口 位于根肩或根肩 动脉、静脉和神经可以从中流动 根肩孔是牙髓与牙周组织包围和支撑牙齿的结地组织相遇的地方 在牙科解剖学中 根肩孔 字面意思是根肩小开口 是牙齿中的自然开口 位于根肩或根肩 动脉、静脉和神经可以从中流动 根肩孔是牙髓与牙周组织包围和支撑牙齿的结地组织相遇的地方